黑板上密密麻麻的图案成不規則狀 就像平圖碎片 退後一步看原來是個QR Code圖案 但真的能用嗎 還是只是畫好看的 隨機請跟民眾現場掃描看看 哇 真的可以耶 開啟手機鏡頭對準QR Code 下一秒螢幕真的跳出速食店點餐軟體 我算第一次看到 因為一般都是用紙粉的方式 對 在海報上 剛好手在明簡的感覺 還滿厲害的 想不到這純手灰條碼 居然畫得如此精準 而創作者竟然就是店員本人 就靠著一根白色粉筆 做圖圖 又畫畫 想要完成可以掃描的QR Code 得耗時至少兩小時 一格都不能錯 這個程式它有獨特的編碼 如果差一點點 比如說一點點空格 跑出去的話 就沒有辦法掃到正確的圖件 其實畫起來不會很困難 只是要一點耐心 工作三個月突發奇想 嘗試在店內小黑板手繪圖案 其實不只是QR碼 店員也會配合節日畫出宣傳看板 像是母親節花圈 短午節還有龍舟 店員這一手好功夫 也讓不少人笑稱是被餐飲業耽誤的天才花家 民視新聞 李文華 掌握報道